李强龙总理明天将率领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亚西安峰会 亚西安领导人将在会议上检视各项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并且探讨在数码和绿色经济方面加强合作 本台特派纳敏巴霍记者聂果威报道 为期两天的第42届亚西安峰会将在印尼东部的纳敏巴霍举行 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 印尼希望在经济整合和社区建设方面深化合作 确保亚西安的团结与增长 各国领导人也会针对地缘政治课题交换意见 预计缅甸问题将是各成员国讨论的课题之一 总理公署表示 随同李强龙总理出席峰会的还包括总理夫人何金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以及总理公署和外交部官员 为了确保这次峰会顺利举行 印尼派出大量军警驻守在会场及周边地区 印尼当局部署了超过2600名警员维持治安 主办方表示选择在纳敏巴霍举行峰会 是为了推动这一代的旅游业发展 它距离巴黎岛以东约520公里的地方 在这届的亚乡峰会上 东地问将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到时东地问总理卢瓦克将会出席 而缅甸军政府则因为不派出非政治代表参与 而决定不出席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威印尼纳敏巴霍报道